本讲介绍,卫生间冲水控制电路和运输带控制电路的设计和调试的方法。 现在打开了随速光盘中的定时器、计输器历程。 程序已经下载到仿真PLC。 打开了WB1,启动了程序状态监控功能。 这是卫生间冲水控制信号的波形图。 卫生间冲水控制电路使用了接通延时定时器、脉冲定时器和断开延时定时器。 I0.7是光电开关检测到的由使用者的信号。 高点屏表示有人使用。 用扣1.0来控制冲水电磁法。 从有人使用信号I0.7的上升延开始。 接通延时定时器延时3秒。 3秒以后, 接通延时定时器的扣输出端变为1状态。 在脉冲定时器开始定时。 T8.co的常开锄点输出一个4秒的脉冲。 从I0.7的上升延开始。 断开延时定时器。 T9的输出位, 也就是T9.co的常开锄点接通。 这是它的常开锄点的波形。 在I0.7的下降延, 断开延时定时器T9开始5秒的定时。 5秒以后, T9点扣这个常开锄点断开, 停止冲水。 在最初的3秒内, T7点扣它的常开锄点是断开的。 用它来防止3秒内有人进入, 马上又离开这种情况。 电磁法的物动作。 从波形图可知, 控制冲水电磁法扣1.0的高电瓶脉冲, 由两块组成。 一块是脉冲定时器T8.co的常开锄点提供的。 T9.co的波形, 减去I0.7的波形, 可以得到控制扣1.0的另外一块冲水的波形。 可以用T9.co的常开锄点, 与I0.7的常臂锄点组成的串联电路。 来实现这样两个脉冲相减, 从而得到5秒的脉冲。 两块脉冲波形的叠加, 用冰联电路来实现。 有这个之路提供4秒的脉冲, 有这个之路提供5秒的脉冲。 下面我们用仿证软件来演示一下这个控制电路的工作的情况。 首先单击仿证软件中I0.7对应的小方框, I0.7变为1状态。 接通延时定时器开始3秒定时, 3秒到了脉冲定时器产生一个4秒的脉冲。 现在我们在模拟I0.7变为0状态, 使用者离开。 断开延时定时器将会开始定时, 令I0.7为0状态。 断开延时定时器开始定时这个串联电路接通, 产生一个5秒的脉冲。 现在再来演示一下。 模拟有人使用。 现在开始3秒的定时, 3秒定时时间到了。 脉冲定时器发出4秒的重塑脉冲。 再来令I0.7变为0状态。 断开延时定时器开始定时, 又发出一个5秒的脉冲。 下面介绍运输带控制电路的编程和调试的方法。 两条运输带顺序相连, 为了避免运输带的物料在1号运输带上堆积。 按下启动按钮,I0.3。 1号运输带开始运行。 8秒以后,2号运输带自动启动。 停机的顺序与启动的顺序刚好相反。 按了停时按钮,I0.2以后, 先停2号运输带。 延时8秒以后,再停1号运输带。 P2C通过扣1.1和扣0.6控制两台运输带的, 点击M1和M2。 在程序中,设置了一个用启动按钮I0.3和停止按钮I0.2控制的辅助元件。 M2.3用它来控制 接通延时定时器T-ON的音输入端和端开延时定时器TOF的线圈。 接通延时定时器T-ON的扣输出端在I0.3的上升延8秒之后变为1状态。 在它的音输入端端电,也就是M2.3的下降延的时候, 这个扣输出端变为0状态。 中上所述,可以用T-ON的扣输出端直接控制二号运输带扣0.6。 断开延时定时器T-11的扣输出的常开触点。 在它的线圈通电的时候接通。 在它结束8秒延时以后断开。 因此可以用T-11.co的常开触点直接控制一号运输带扣1.1。 现在我们已经启动了程序状态监控功能。 两次单击仿真软件中I0.3对应的小方框。 模拟按一下和接通启动按钮。 提醒途中,M2.3的线圈通电。 T-ON开始8秒的延时。 8秒之后,T-ON的扣输出端变为1状态。 二号运输带扣0.6线圈通电。 两次单击仿真软件中I0.2对应的小方框。 模拟按下和放开停止按钮。 提醒途中,M2.3和扣0.6的线圈断电。 二号运输带停机。 这个定时器正在定时。 定时时间到扣1.1的线圈断电。 一号运输带停机。 第名前... 一号运输带停机。